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回到这里了 又回到废墟你就会觉得 特别的满足 云在我头顶走过 鸟儿在身边吱吱喳喳 还有我家鹅阿妹在旁边 鸟会叫 风吹过大树像海浪一样的声音 能够很安静地下来去独处 去享受周围的东西的话 突然间我就感觉到 生命本身对于我来说 就已经是一种溃增 来 您好 您是这样的爸爸 房东的爸爸 这是您老家吧 这是您的厨房 是不是医生 您的厨房 这个是我们厨房 厨房对吧 现在是我住的地方 你二十年 你二十岁 我没 我对我二十岁 只有二十年 住了二十年 现在就我自己住 所以 你回不住 有一些人他被迫自己跟自己相处 有些人是自愿想跟自己相处 在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都应该有一段独处的时光 嗯 这个很珍贵 就独处时光 包括面临这些孤独感 你要怎么去应对它 这些也很重要啊 它不只是一段孤独的时光 但其实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 你的情绪上的东西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城市里面 你会想要寻找人的陪伴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就是 不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有孤独感 嗯 对 因为很多鲜活的生命围绕的 你就在那里 然后他们也就在那里 慢慢的就会 相融成一体的感觉 而且是 互相的变化都看得到 比如说我在这一次离开上海之前 我就忍不住 就是一定要有一天的时间 要坐在那里 跟俄一起 就是抱着他就这样 哎 真的好美好 你看到所有的一切 你都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 你还别说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觉得 嗯 工作的时候就算多累都好 你会想到这里 很感动 就会想哭 就发生内心 然后哭完以后就感觉 整个人就好了 啊 前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谢谢 前面 啊 啊 这里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停一下 谢谢 嗯 嗯 嗯 好 稍等 我来吃快递 我都忘记自己买了些啥了 哦 这也是我的 哦 我知道了 哇 有点重 哇 有点重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一共六件 一共六件 谢谢 好了 哎 好多快点啊 好多快点啊 好 慢慢哦 就这里不要抖 哦 嘿 嘿 啊 厉害厉害 阿妹回来了啊 滚滚滚 哎呦 哎呦 他会亲密我吗 妹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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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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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东西该放下就该放下了 就比如说我现在开启的是我另外一个生命维度 假如可以把大自然带在身边 那么死完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就像现在大自然就在我身边 我死了也会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现在提前去熟悉他们 日日夜夜的与他们相处 或许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啊 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 人本身回到一种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到底能做什么 你是什么 你会成为什么 我觉得 大家您是天空 或者说您是我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像 您是天空一朵云一样 如果是的话 哎 也蛮好的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生活 童年在村子里啊也是在村里啊 非常简单 就是那种童年的美好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都有哎感觉 缺的就是可能就爸爸妈妈那块吧 爸爸妈妈他们去城市里工作赚钱嘛 然后我就给你奶奶长大嘛 然后我们南方就是很热嘛 奶奶就会拿那种扇子给你上风 穿着小背心 然后睡在那个竹席上 小时候就是一年就见爸妈一次这样 嗯 嗯 就春节的时候提前回来两天这样子 这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个孩子小时候就会特别敏感 想的挺多的 就从情感上来说 所以你对家的概念也没有太过 我们家很好啊 就是好在就每个人都很独立 就没什么事情都不会联系 但是呢又不会给到大家压力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好事吧 如果他没有给到你们爱的话 相反来说又给了你很多的自由 其实这边生活消费水平很低耶 几乎在这一边的话就是过日子了 然后有工作啊就出去接 我的工作也是跟摄影有关嘛 嗯 然后我又喜欢拍照 所以好像不需要什么平衡吧 就是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只是为了赚钱啊我 我以前相信有灵魂伴侣的 就不管那个伴侣是男性还是女性 嗯 但是我最近又怀疑我是觉得好像没有灵魂伴侣 因为灵魂伴侣是说要突破空间上的嘛 甚至是说时间凝联的东西 嗯 但是时间凝联是没有问题啦 但空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挺难突破的 我只在乎我身边就是跟我日常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灵魂伴侣在空间上也是要很近的 我第一次吃烤茶耶 我第一次吃烤茶耶 真的是烤出来的味道跟泡出来完全不一样 就有点浓啊 我觉得很感激我身边就是也有一些朋友 我其实是被他们给影响的吧 就比如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就烤火看星星 就这样聊天 所以我们在一起也是很舒服的那种 就算是有困惑啊 担心未来啊也无所谓 就像之前有人问我说 宝妹你就是这样子不断地漂泊 漂泊都 对 漂泊不会很累吗 比如说我在一个城市待一个月 它其实不算漂泊 它属于站顶式的休息 你说孤独独处 那其实就是跟一个空间独处 我会问自己到底我会愿意 跟什么样的空间相处一辈子不利 因为我觉得最后不是说因为我本人 给你们带来了这种所谓的自愈也好吧 我希望是这个空间就这个地方 这片土地给你们有这种自愈的感觉 这是我最想要的其实 就是之前有人说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和孤独相处 我现在觉得是有 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 让人成长的东西 不要拒绝它 拒绝它就成长不了 以前我想嫁给一个诗人 现在我想成为一个诗人 未来我想成为诗人 本身我想我已经活在未来了 因为每天被大量的诗人包围着 我昨晚就这样抱着它差不多做了半个小时吧 然后它就睡觉睡着了 睡着然后又睁开眼睛然后又睡着了 超温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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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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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